他居然还没有死 张楠毕竟是科学家 比这更灵异的事情他都见过 所以这个北极熊睁开眼睛的情景 他也感觉到见怪不怪了 他壮着胆子向前走了一步 拿出摄像机把眼前的这一切给露了下来 不 他已经死了 叶好选摇摇头 我想这个简里面 一定有某种大型的生物的卵 它的卵要寄居在人体上 也就是和刚刚看到的那个干尸是一样的 它们的身体 其实已经被另外一种生物所控制了 如果不是因为那样的话 我想它们现在已经死了 叶好选摇摇头道 走吧 别招惹他 我们离开这个山洞吧 不能再向前走了 叶医生 你看 这里就是洞的尽头了 那里有块陨石 张楠向前一指 顺着张楠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 在两人前面 有一块陨石 这块石头上还隐约地泛着亮光 叶好选做了个手势 两人一起向前走去 来到了那块陨石的前面 这块陨石并不算是太大 但是它其中的一半 镶在地表下面 而且陨石上面 升满了青苔 更重要的是 在陨石的周遭 叶好选明显看到了一抹明文的余光 一闪而逝 张楠伸手就要去触碰那块陨石 但是他被叶好选给制止了 叶好选沉声道 别碰 石头有古怪 有什么古怪 张楠有些疑惑地抬起头 看着叶好选 你觉得 这块石头是天然的陨石吗 是天然的呀 不管是从色泽上 还是从石头块落下来的 轨迹上来计算 它都是一块正常的陨石 怎么了叶医生 你难道看到了 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块石头 没有那么简单 叶好选摇摇头 说不定 这次南非地区出现了 这片未知的区域 就是这块石头带来的 啊 我仔细看看 张楠拿出了一个仪器 它在陨石上罩着 片刻以后 仪器上显示出来了石块的信息 张楠恍然大悟道 叶医生 我明白了 这里出现的一切 都有可能跟这个陨石有关 因为它是从天外飞来 所以带来了一些域外的信息 如果没错的话 这里出现的这片热带雨林 以及这片区域中的神秘生物 都是因为它而来 张楠扶了扶眼睛 使它自行生成了一个域外世界的生物圈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 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态圈子 但是 它们为什么不到外面的世界去呢 叶好选有些疑惑地问 那是因为地球的环境 对它们来说不适合 张楠想了想 你看 这个雨林中充满了氨气 也就是说 它们生存的环境 是需要这种氨气的 但地球上大多数的地方 都是氧气 而且我觉得 它们现在应该是 不能适应氧气 所以才会在这里 但是它们这里的环境 在不停地扩大 生态圈会一步一步地向外扩张 到它们真正地适应了 我们这里的环境的时候 那才是最可怕的 有道理 叶好选微微地点点头 张楠分析得不错 他沉引了一下 走 我们回去吧 在向前插身五公里 不管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们都要离开这里 好 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从这些北极熊 死在这里的人来看 这个地方是充满危险的 所以我们 张楠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突然身体一僵 他的双眼大大的睁着 然后一抹鲜血 从他的额头上流了下来 一根极长 极其坚硬的触角 从他的头顶 直接刺入了他的身体 鲜血从他的脑门上 躺了下来 然后他的身体 被那根触角 高高地举起 向着山洞的顶端 一动而去 张楠 叶好选吃了一惊 他右手一抓 太长出现在手中 他一声沉喝 对着那根触角 横斩而去 咔 一声脆响 那根触角 被叶好选斩断 张楠的身体 倒在了地上 叶好选抬头看时 不由得有些心凉啊 只见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十分巨大的怪物 这怪物壮如蜘蛛 生着八条腿 竖着眼睛 而且刚才刺入张楠 头顶的那根触角 啊 就是他其中的一条腿 被斩断了一条腿后的 他连连的后退 同时发出了一阵嘶叫声 叶好选刚才的那一剑 似乎是激怒了他 他嘶吼了一声 然后向叶好选冲了过去 叶好选手中紧紧地 握着太长了 现在这个时间 他已经没有办法 去研究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 他深如极点 手中太长三进三出 迅速在这怪物身上 斩下了数剑 片刻以后 在怪物败退的时候 他迅速地一跃而起 然后一剑斩向怪物的眼睛 噗 绿色的枝叶横飞 怪物发出了一声惨叫 它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挣扎了几下 便一动也不动了 叶好选跑到了张南的跟前 只见他双眼圆睁 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而他的脑袋上 还有一根触角留在里面 这种情况即使是叶好轩 也没有办法让他再活过来了 毕竟脑僵都出来了 叶好轩不是神仙 对于这种致命的伤 他也没有办法 张南 当看到张南的尸体时 所有人都感觉到震惊 刚刚还和他们一起 有说有笑的张南 一眨眼居然就变成了一具 冷冰冰的尸体 而且他的双眼还没有合上 看得出来 他是死不瞑目的 叶好轩 你是医生 你能救张南 你一定能救张南的 高山死命地抓着叶好轩的衣服 他吼道 救他 你快救他呀 你需要什么 我都有 你需要血吗 你需要心脏器官 我都有 我都有啊 你救他 你快救他呀 高山 张南的死 我无能为力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而且他现在的伤势致命上 这种情况 我也无力回天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摄像机开着 记录当时的一切情形 而且张南死前 对这里做出了一些分析 这些数据 都可以作为我们后期的参考的 我现在不要什么狗屁的数据 我要张南活着 我只要他活着 高山异常地愤怒 高山 高山你不要这样 张沛看高山这样 连忙拉着他道 张南出事了 我们现在都很伤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狗屁的目的 我只知道本来死的应该是我 本来是我该去那个山洞的 但是张南替我死了 他是替我死的 高山带了一丝哭腔 死的人本来是我 为什么是张南 今天的行动到此为止 回程 叶昊玄看了看时间 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们不能再向里面深入了 而且 他看到天际无比的阴沉 一股浓稠的阴云在向这边涌动 他感觉这里面在不久以后 会起一场风暴 不 我不回去 我要再向里面看 张南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替他完成 高山咬牙切齿地说 高山 不能再向里面走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而且这个里面的时间 大多数都是晚上 你看天色已经擦黑了 晚上这里面会更危险 鱼露道 我不管 你们回去是你们的事情 我要一个人向里面走 高山说着 提起自己的背包 就向里面走 高山 这是命令 叶昊玄和道 服从命令 回去 狗批的命令 高山 高山背好了背包 他一边向前走 一边怒道 我又不是你们部队的人 我为什么要服从命令 谁都不要管我 我要走 三号突然举起了手中的枪托 对着高山的脑袋就狂砸过去 阿砰 高山两眼一翻 直挺挺地晕倒在地上 高山 你干什么 张沛 向三号怒目而示 不干什么 只是想单纯地让他服从命令而已 三号淡淡地说 不要把今天的事情看成一个科研项目 你们应该把这件事情 看成一个战争 既然是战争 那就该有人死亡 队友倒下了 我们要做的不是不管不顾的 为他们报仇 而是要养精蓄锐 想办法完成 我们该完成的事情 三号说的有道理 我们回去吧 从长计 我们对这里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 我们先回去吧 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默默地收拾好东西 一行人向回走去 四号和五号抬着张楠的尸体 三号背着高山 叶浩轩看看时间 现在的时间才五点 但是天已经有些擦黑了 本来现在是夏季 正是处于天长夜短的时间 但是这个地方的空间 仿佛是与时隔绝一样 这里的白天时间特别短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黑夜的状态 不要开灯 现在的天还能看见路 叶浩轩见鱼鹿打开了军用手电筒 他脸忙吱吱 对 现在的时间还早 能看得见路 能不开灯的话 尽量不要开灯 三号也说 因为有些生物 喜欢在夜间触摸 开灯的话 你有可能会吸引那些生物 好 我知道了 鱼鹿吓了一跳 他连忙把手电给关了 众人加速前进 终于 在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他们回到了目的地 和鱼老会合 对于今天张楠的遭遇 鱼老是深表通信 张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啊 可是没有想到 生命居然终止在这里 回到了停车的地方 然后开着一辆车 一路返回 终于出了雨林 但是当他们出了雨林之后 一片夕阳的余晖 还能隐约可见 雨林里面的天色 已经完全地黑下来了 但是这里的天色还早 这足以证明 雨林里面和外面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众人不敢耽搁 他们开着车 远路返回 终于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 达到了军营里面 张楠的尸体被就地火化 队伍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为了科技而现身 他的名字将会被后人永远地记住 在一个临时搭建成的实验室里面 科研组的人对今天采来的样本进行着分析 云露找到了叶好轻 递给了叶好轻一个椰子 叶好轻接过了椰子道 谢谢 不客气 云霄在叶好轻的身边坐下来 今天收获如何 没什么收获 但是里面的情况真心有些不妙 张楠临死前留下的那段录像 分析得说是一块陨石带来的外星生命 但是我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明显地在那块陨石上 看到一股明文 我有理由相信 这件事情就是人为的 人为的 云霄不由自主地吃了一惊 你确定吗 八九不离时 叶好轻点点头 如果没错 这块陨石里面 被封住了某些东西 然后故意投放到我们这里 这些陨石落地之后 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就会散发出去 形成一个域外世界的生态圈 如果没错的话 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的大头阵 等那个世界的生物在这里稳定了以后 他们才会想办法大局入侵 那时候 才是真正危机的时候 太可怕了 云霄摇摇头 这件事 我会上报给上面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指示 你呢 今天有什么进展没有 叶好轩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